又发生了落石的意外 新北市瑞芳区在昨天晚间 疑似因为地震加上连日大雨 造成了山坡土石崩落 好几个巨大的石块就砸中了一家潜水用品店 房屋几乎全毁 而另外一户名宅也受到波及 当时有个妇人在晒衣服 左肩也被石头给砸中 还好没有大碍 今天重回现场 除了房屋严重毁损之外 还有叫出的挡风玻璃也被砸破了 大片的落石景象让人看了触目惊心 巨大土石从天而降 一旁轿车收当骑冲 引擎盖当场被击中 旁边房屋更是惨烈 多颗直径超过一公尺的大石头 直接砸入潜水用品店 除了铁皮屋顶塌陷变形 水塔更因强烈撞击整个凹陷 巨大石块卡在屋内 场面宛如被轰炸一般相当惊悚 旁边住户惊险逃过一劫 回想起来鱼迹有存 差一点点就是直接在我们家 开始以为是沙子车 插不住要撞到我们了 因为声音太大声了 长这么大就是几年了 除了潜水用品店 更有民宅被落石波及 一名夫人刚好在晒衣服 左肩也被石头砸中 所幸没有大碍 但是惊魂未定 直呼不敢再住 新北市对方区受到地震 与连日大雨影响山坡地质不稳定 15号晚间发生山崩情形 当地里长表示 近来山壁出现多处裂痕 担心未来会再有山崩发生 工程人员表示会先将落实轻运 针对山壁防护措施 相关单位也将严理对策 接着蔡志恒新北波动 接着蔡志恒新北波动